不到时期 我们必是对圣灵 挚有信仰和希望 罗马书第八章 十六字二十五节 圣灵同我们的心 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作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起诉苦 也必和他一同荣耀 我想 现在的苦楚 比起将来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也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 浮在空尸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侠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直到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 劳苦直到柔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 有圣灵粗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身体得手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 等候 为什么一人对圣灵有盼望 因为在这个世界灭亡时 那些未祸重生的人 必将灭亡 但我们重生的人 将只有新天新地 没有希望的时代 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希望吗 没有 没有希望 他只和耶稣同在 现在是一个不确定 和没有希望的时代 任何东西每天都在迅速变化 人们努力跟上这些快速的变化 他们既不追求精神的真理 也不关心精神的幸福 相反 他们尽力回避失败 并作为仆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新的工作出现 旧的工作凋亡 同样 人们也经历着细致性的变化 因此 他们过着非常忙碌和忧虑的生活 渐渐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希望就消失了 其中之一的原因是他们过的生活对未来没有保障 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上 我们必须靠圣灵盼望容生 我们何以得到真正的希望呢 靠信仰随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就能得到 接受圣灵的人的希望不在地球上 而在天堂里 使徒保罗说过天堂的真希望 我们已经获得圣灵内住的人 希望得到的是天堂的事 我们这样做因为相信耶稣降临 借着受约翰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 带走我们所有的罪孽 并拯救我们罪人 走将天堂的希望赐给相信血罪福音的人 罗马书第八章十九字二十一节说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众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服在空尸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侠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所有的创造物都希望从堕落和死亡的束缚中解救出来 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是完美的 因此他们叹息并等待神儿子将他们拯救出来 从此他们还希望从堕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并享受冗生 世间所有的创造物都等待着绝不会衰退 也不会凋谢 而是享受冗生的那一天 某一天神的所有创造物都会复活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花儿会凋零 扑尾 但他在新世界始终盛开 我们有了圣灵那周也会看见这个新世界 耶稣应识他会再次降临 执起那些有圣灵降临的人 赐每个人一个不败不朽的身体 并赐他们冗生 他还承诺他们将和神一道在天堂里冗生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创造物都等着这一天 到那天来临时 他们也和我们这些神子子一同冗生 这个世界可见希望 一人的梦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当走返回时就会实现 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满怀希望 耶稣说 各地会有饥荒 瘟疫 地震和战争 马太福音第24章第7节 但是末日还没有到来 在这个世界最后一天来临时 我们的灼灰再现 使世间所有的东西逝新 并把不朽的精神之躯赐入我们 这意味着植物和动物也会接受不朽 相信这一点 我们看这个世界必是具有福兴的希望 在这个世界上 即使那些有了圣灵内住的人 也会和所有创造物一样哀伤 悦切希望我们身体受罪的荣耀 成为他的子民 我们带着希望看世界 因为主将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当他返回时 我们既不会腐败 也不会死亡 这个世界将在某一天毁灭 当主返回时 一切东西都会复兴 我们必须相信他 生活满怀希望 复兴的世界将充满欢乐和美妙 就像神话故事里读到的奇异世界一样 想一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 生活一千年吧 当我们跨入天堂时 将作为他的子民享受冗生 我们生活着必须有这样的信仰 你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希望吗 不能 人们过着一种乐与碰润气的生活 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 因为我们的神将天国的希望赐给那些最得宽恕 成为义人的人们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耶稣的回归 因为我们靠着对神的语言信仰得救了 我们内心有圣灵的内住 因为我们已从罪孽中拯救出来 那是因为被耶稣宽受罪孽的人 心里有了圣灵而不是罪孽 那么我们的身体会如何呢 我们软肉的身躯也会复活 接受新生和不朽 当耶稣返回时 我们将和神一同冗生 只有那些重生之人才有这样的特权 因此我们的精神和肉体都会变得完美无缺 我们的肉体将会变得冗生 也不会生病 我们身体失弱 因此我们是不能过上完美生活的 让我们等待着主的第二次降临 只有那些有了圣灵内住的人才有这个信仰和生命 一人的希望不只在天堂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也会实现 圣经说 大空难之后 这个世界就毁灭了 他肯定会降临 当他第一次降临时 斯维拉罪人受洗 在十字架上死亡时 他们成为一人 最后升入天堂 现在该是走再来的时候了 在那时 神将会唤醒 信仰耶稣并接受圣灵内住所有沉塞的圣头 并将他们从腐败的奴役中解脱出来 他会赐给他们绝不腐朽 也绝不会得病的身体 从此 他们还将在云层里遇见他 会使万物换源一新 之后我们将和主耶稣一道生活 和他一同统治新世界一千年 这位福物福音的报答 对于那些要进入天堂的人 是一种彩排 这是天堂的现实盼望 那时所有不完美的东西 都会变得完美 任何要腐烂的东西都不会腐烂 通过耶稣基督 所种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哥林都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二节 这些话语会在那个时间兑现 让结束了圣灵内住的我们有盼望 你当铭记 虽然所有的东西都是远入的 会死亡的 但却不是终结 我们必须要有盼望的信仰 相信我们的轴僵使整个世界新生 我们必须靠着对新天新地的盼望而生 有了这种盼望 我们能传播该福音 我们有了圣灵的内住 因为我们已从天下的罪孽中拯救了出来 同样 我们身上的圣灵正等待着主的回归 他会替我们向父神祈祷 让我们借盼望和信仰而生 而在内心没有失望 我们应靠着对圣灵的盼望而生 什么是义人的位置 就是当主返回人间时 复兴地球而重建的迁徙国 还有天堂 因此 我们必须耐心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 我们必须完全相信 当这个世界毁灭时 我们的轴僵会使我们的身体变得完美无缺 我们对荣耀的明天必须只有盼望 有了圣灵的那周 我们有了和保罗同样的信仰 我们思想里有了同样的盼望 等待着千禧年和天国 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将随地球的毁灭而毁灭 但我们重生的基督徒 只有新天新地 这种盼望一定会实现 我们的吃蹄会变得完美无缺 在新世界里 我们将和耶稣一同生活 统治世界 期盼着那一天 我们就有了希望 并无谓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耐心地等待 虽然我们的生活已使我们疲惫不堪 我们的希望一定能实现 因为我们信仰神 没有希望的人就由同行私走肉 希望你也有盼望 并靠着对神语言的信仰维持你的梦想 正如我们的宽数是真实的一样 我们身体里头的变化也是真实的 一切物体都能真实地赢得容身 我们的希望也是真实的 请你信仰你所相信的吧 有希望的人既美丽又幸福 如果人们没有了希望 他们就会遭受到不幸 没有梦想的人就没有幸福 我们生活幸福 是因为我们对千禧年和天国 对新天新地有盼望 一人必是有盼望 必是传播这种对圣灵的盼望 我们必是盼望福音在这个无纵的时代得到传播 如果你有牢固的信仰 虽然开头无关紧要 但如果我们有盼望并祈求的话 我们就将这福音全遍全世界 正如保罗那样 我们必是相信 有了盼望的人对传播这美丽福音的工作是忠诚可靠的 在这个无纵的时代 我们必是盼望福音的传播 我们必是将这美丽的福音传播给筛者 无纵者 从人和贫贱之人 我们必是通过这传播天国的期盼 使他们脱离黑暗 在天国里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能得到自己的宽恕 我们必是鼓励他们盼望着 经过这段艰苦的时光后 神的世界会突然降临 就如同小偷光临一样 重生的仆人和圣徒 请你们把这福音全部到世界末登 坚定地期盼天国 无论这个世界将柔和迅速地毁灭 有了这种盼望的人将不会灭亡 因为他们除了世俗生命以外 还有容生的东西 他们当然只有主赐给的第二次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